想要改善失眠的问题 除了均衡饮食、放松压力之外 可以从平常的生活用品去做调整 根据统计 台湾每年使用上亿科的安眠药 占据世界前十 在台湾 平均每四个人 就有一个人有睡眠障碍 约有25%的民众 有轻度失眠的状况 而有15%的民众 有重度失眠的问题 不少人会仰赖安眠药来帮助睡眠 而大多数人失眠的原因 包含睡前使用电子产品 不正常的生活作息 那近来 越来越多人因为压力过大 而造成的焦虑、忧郁 形成睡眠品质变差 或是睡眠时间的减少 长时间的失眠 还会影响到我们白天的生活作息 出现倦怠、嗜睡、情绪烦躁 无法专心等 如何睡上一个好觉 会变成现代人的一大难题 想要改善失眠的问题 除了均衡饮食、放松压力之外 可以从平常的生活用品去做调整 而选择一个适合的枕头 也是很重要的 我建议可以选择日虎CBD 舒麻枕 现在在国外 CBD已经被广泛的使用 它可以减少动免期的时间 让我们快速地达到 深层的睡眠 还可以帮助安定情绪 缓解压力、放松 也是最简单、最有效 而且没有副作用的方法 在材质上 也会建议选择高密度的泡棉 除了包覆感好之外 它也可以有效地支撑住我们的颈部 减少起床后酸痛的心情 选择一个正确的好枕头 才能够改善您的睡眠品质 彻底摆脱失眠的困扰 想要有良好的睡眠品质 你可以选择日虎CBD输麻疹